我呢 今早有事出去了 约然丢了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胡思琳 我跑回洞了 你给我找点吃的吧 这是人生地不少吧 咱们除了风里边吃 我不管 我要饿死了 这怎么回事啊 不会是吵咱们来的吧 跟我来 走 来 快走 老大 我实在是跑不动 咱们歇会吧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别说这样的废话 跑不动了 我真的跑不动 别别 听我说 不要说话 不要动 一会儿我回来接你 明白吗 我躲过那帮人之后 再回来找些人 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会不会是被那些人抓走了 暂时还不敢确定 企业 夫人 我在这儿不能救援 你一定要尽快通知行者 万一燕燃落到日本人手里 或者他自己返回风流 后果都不堪设想 知道了 我正是处在柳子湾 有事去那儿找我 走了 偷村 这怎么可能呢 宫本的部队 根本就没有调动过 我在机下 我们也调查过 应该不是宫本的部队 那是谁 警察 宫本有没有问起 无理铺的事 他说要在柳子湾 还有无理铺 搭建炮楼 要让我负责 弓箭还有苦力的事 你去过无理铺 我觉得他是在试探 我作业 我没有去 我让手下的人去办的 偷袭无理铺对我 来去无踪影 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警察 你看这样 在你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 有用的线索 交给我吧 老师 这是您的样子 王安川 今天是跟蜻蜓见面的日子 一会儿你去一趟清风陵 那说些什么 没想到啊 在清风陵的山寨下面 还隐藏着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温柔乡呢 虎哥 这是你自己见的 是用来金屋藏胶啊 还是 金屋藏宝啊 藏什么胶啊 就是个避难的地儿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个地方吗 老当家的和班农兄弟知道 他们都让我害死了 他们都让我害死了 就没人知道 就没人知道 说 你这么急着找我干吗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要让你亲自出门 不行 我不会为你再做任何的事 你找别人吧 好啊 你可以选择不听我的 不过我要是把美真嫂子送到日本人的宪兵队里 我可就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刚才说 吴大哥还有燕燃是在哪儿遇到追杀他们的部队的 吴吕铺 吴吕铺 这是一支来吴族去吴影的神秘队伍 他们屠杀了那么多的老外星 却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我们已经看过了 都是一些普通枪支留下的蛋糕 跟他们来去吴宗的快速反应 根本不匹配 平民的装束 反而迅速 普通枪支 吴吕铺之前有这事不对吗 没听说过呀 啊 静哲 吴大哥说 你无论如何 要离开丰岭城 我不能走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燕燃要是返回丰岭城 或是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就算你编得再添衣无缝 你也瞒不过魏老板了 我就是要走我也要先弄清楚 这支部队从哪儿来的 你说这支鬼影从哪儿冒出来的 可是 反正大战以来 日军改变了作战的计划 这支部队很有可能 就是日本人新增的地下武装 我们在跟他们打游击战 他们也在跟我们打游击战 这不简单 我认为这件事情 应该马上告诉刘吉儿官 你明天去一趟市中兴的服装店 好 来 你哪儿 我认为这人 这玩意 你想要 再来 请 您 您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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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蜻蜓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 不过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试探赵经浙了 他和那个神秘的柳老板 肯定有牵连 我说过试探赵经浙了吗 那老板的意思是 赵夫人被施衣军绑架了 结果被一只不明身份的人就走了 我怀疑那只不明身份的武装是共产党 赵夫人出事了有人打警 如果赵经浙出事了 我想不会没有人打理他吧 老板是想利用赵经浙引出柳老板 这个赵经浙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大了 要不要请公文大佐配合一下 不 公文大佐的部队 已经在共产党的监视之下 如有风吹草动 他们一定会被察觉 齐风对手降雨良才 我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组风生的完颜 天亮 送出去了吗 行 一会有人问起我来 你就说我去柳子湾检查修建炮台的事 还没回来 我们的口径要保持一致 知道了 走了 好可怕 三十多人 都是当地农民的庄属 反应能力非常快 没错 很快 吴总监差点死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支简单的部队 这个情报很重要 我们立刻安排查找 行 那我先回去了 等等 你回去准备一下 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冯林的 教官 吴总监的担心是对的 如果燕燃落在日本人手里 你会很危险 目前为止还只是担心 不一定成为现实 我希望您能让我再留下来查一查 你想 燕子部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屋里铺 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就得跟山口组织有关 好吧 你可以暂时留下来 不过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一旦遇到有危险 一定要赶快撤离 是 我 我 你怎么不开灯了 别动 你们是哪儿的 十八团的还是十一军的 赵金城 老大哥 虎大哥 你怎么来了 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 兄弟跟你准备准备呀 你少他娘的跟我加客气 老子已经在这恭候你多时了 你看看 你想来就来吧 你怎么还把他绑了呀 这都是弟妹 你放了吧 赵锦哲 我知道你的身手 你要是敢乱来 别别别 你说什么我配合你就是了 很简单 跟我出城 这城里城外都是日本人 你怎么出去 出不去 我既然能进得来 就能出得去 那这样 你把他放了 我跟你去就说 等我们的事解决完了 我自然会放着他 放下 走 站住 干什么的 是回书庄给黄军送粮食的 有粮面证吗 有 走吧 走 刘老板 刘老板 出事了 赵锦哲和石顾宇别抓走了 什么人干的 据我们的科考项目说 是十一军 十一军 不可能 吴松江已经知道赵锦哲的身份 他怎么会派人抓他呢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是太清楚 他们有多少人 听说来的人不多 只来了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 就能抓走赵锦哲 刘老板 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进行营救 他们已经带着赵锦哲和石顾宇出城去了 是 六七个人 就要让两个大活人 他们怎么住得上 从城门出去的 这十一军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他们是从哪搞来的这个特别通行证 告诉我们的人 只跟踪不暴露 尤其是不能擅自的营救 是 是 人道无人 他还得到 他一切都闭上了 真的说 那还要不小心 你不要找到 准备了 准备了 我放下 我放下 他都连你又怎样 赵清哲已经走到阎王殿的盟主 看这些伙伴们 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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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虎道哥 我想给兄弟们上出香 你还有脸给兄弟们上香吗 你不杀我 不就是为了能让我在 风凌十一军的兄弟面前 当面赔个不是吗 否则你在家里就把我干掉了 我怎么也得有点表示嘛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赵锦哲 你再谎言巧语 也救不了你 是 那我媳妇呢 你答应过她不伤害她 你放她走吧 我说话算说 把这娘们解开 让她管她 媳妇 这黑虎大哥 讲朋友够义气 她把你放了 以后我没完成的事就交给你了 媳妇 别了 这不是复仇是演习 又会有问题 回城以后想功本不弱 你怎么办 去吧 去吧 满青 他们进去这么半天了 周围连点动静都没有 怎么回事 不应该呀 难道 他们要丢足宝鸡 老板 赵夫人出来了 去 派人不坚弹地跟踪 看他要去哪儿 快去快去快去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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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兵队和村木连队 一直都没有动静 一直都没有动静 搞不好 真的是十一军的衣服 有一次报复行动了 那德里耀航呢 已经关门了 我们的眼线 没有看车贵老板出门 刘志伯 刘志伯 一分钟的人都齐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个行动 不急 再等等 队长 不能再等了 万一赵俊哲 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 我怎么觉得这出戏 不是总是赵俊哲唱的呢 可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周队长 一分队马上撤离 撤离 撤离 对 撤离 是 张静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有 我有我有我有 我 我不想留个前世 是 我 我害怕 我怕在黄泉路上 兄弟们都不放过我 我做鬼都不安生 行不行 你最后就想说这些 是是是 黑五大哥你给我个痛快吧 那我成全你 拿刀来 你先别客气了 他们还是四级人 谁他娘 他给你是四级人 老子跟十一军不顾待天了 我真的没骗你 这一切都全是小 刘队长 刘队长 赵静静脱险了 刘队长 刘队长 山东周边五百民处 发现有刑际可疑的人 多少人 夜太黑 我们又不赶靠殆尽 所以不太清楚 这些人 应该已经撤离了吧 已经撤走了 行动非常迅速 迅速 影子不对 老板 老板 我们的人已经撤了 山洞周围两公里处 没有发现任何部队活动的迹象 找夫人呢 她去找工本搭佐了 去年轻的 山洞周围 人员 黑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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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黑胡已经成了 日本人的人了 你想啊 黑虎如果真的是 来给十一军报仇的 他直接在我们屋子里 把我们杀了得了 干嘛要费那么大劲呢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家旁边有很多 山口组织的眼线 为什么他来的那天 全都消失了呢 第三 出城的时候 他只用了两名证 而我杀了三个日本人之后 必须要用特别通行证 这就代表 他身后一定有人指使他 给他开了方便之门 当然了 我那个时候只是 只是猜测 不能完全确定 那你什么时候 确定了这事啊 在山洞里 进了山洞以后 顾云 除了黑虎之外 你还认识 其他十一军的人吗 咱们在十一军待了 十几年 你觉得正常吗 是好 没一个认识的 所以说 黑虎一定是一个 任人百步的棋子 后面可能还有 更厉害的人 谁啊 不知道 不会是卫德丽吧 不会 从身形上看 那个人很瘦小 我觉得像个女人 我会小雪 小雪有那么好的功夫吗 那你说 黑虎最后说的那个小什么 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没骗你 这一切都全是小 他还没说出来人就死了 下面对着小野对着 不可能 小野害怕别人说他的名字吗 小雪要真像你说的这样 有那么好的功夫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呢 什么 黑虎根本就没打算杀我们 他根本就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没错 这根本就是一次 引蛇出洞 引于上钩的计划 不是冲着赵景哲 他是冲着咱们来的 那也就是说 赵景哲已经报道了 这卫德丽之所以没有对他下手 是因为他 想钓到我们这条大鱼 这卫德丽 他怎么就能知道 我们跟赵景哲的关系呢 这个魏老板手里 一定是掌握了 既不能肯定 又不得 不产生怀疑的东西 不可能 他们俩如果没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我说 我说 你那件旗袍是挺好看的 但是颜色太素了点 跟你这个花绒月貌不太配 换点颜色样点了 好吧 维师会夫人了嘛 尽量好看点 我一会儿吃完饭就去换 赵会长 来了 吃饭啊 吃了吃了 那个什么 那个尸体都拉回来了 您看怎么处理啊 那不都是抗匪的人吗 按道理说应该交到 这个宪兵队去验名正身啊 我问过小语队长了 他说交给咱们维师会处理 您看 那他倒是早说呀 那就地埋了不更方便吗 谁说不是呢 你说这来的我会折腾的 这烦不烦人呢你说 你去街上顾几个民夫 刨坑埋了 刨一个坑 二十斤砸后面 是 诶 董总 要不你等我一会儿 我吃完了饭之后 你带我去看看尸体 那儿成 姚姐 那些尸体你都见过吗 尸体都是我带人拉回来的 有手脸吗 那有个人看着到眼熟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再想想 赵会长 人都死了 你管他干什么呀 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 把他们都解决了 不就一劳有益了吗 老板 有没有新布料啊 有有有 夫人 有老板在屋里等你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那个人很像张虎 张虎 谁 十八团 张司务长的弟弟 对 就是他 是个不顾正爷的混混 以前在春满楼当过批调客 没少让他哥哥张狗骂 后来就离开凤岭城 不知道去哪儿了 赵会长 你别看张司务长这人不错 他弟弟可不咋地呀 心狠手辣 人称毒蛇 毒蛇 有多毒 走 带我看看去 好 静哲怀疑 打死黑虎的那个神秘高手 很可能是赵小雪 他现在没有办法上清风里 所以需要组织上帮忙调查 静长没事吧 他嘴上说没事 可我看得出 他尚全在心里 就是他 这个人我以前见过 赵会长 你看这些尸体 按照小野先生吩咐的做吧 那 那黑虎呢 来口棺材 不要随随便便草吸一过就下葬 嗯 前我出 好 热标 热标 哎呀 你怎么不吃啊 你可真行 刚看完尸体 就能撕得下去 那虎 我不行 这活生和死人啊 就差的是一口气 没什么区别 你在清风里这么久 了解黑虎吗 黑虎上山比我早 一直跟着老当家 老当家对他也非常器重 他对老当家的倒也是 中心梗梗睡不二 你不是二当家的吗 我 我是二当家就是一百事 主要是管别人的车输输 真正的左膀要臂 还是人黑虎白龙 黑虎什么时候落草的 这应该是我上清风岭的 头几年吧 黑虎落草啊 是一位女人 什么女人 黑虎落草之前呢 是混技班子的 干的是王 喜欢上了一个 比特小十几岁的姑娘 那姑娘真名我不知道 一名叫孟梅 是唱淡诀的 人长得确实漂亮 你也知道 凡是好看的女人的事就多 她喜欢这姑娘 偏偏被她班主瞧上了 她班主有老婆 不能娶她还想霸诊她 黑虎就厌没这口气 一堵气 就把班主给宰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落草了 那那个女的 后来跟她在一块儿了吗 我记得老当家说过 让她把那姑娘接上山来 可是那姑娘说什么 也不和落草 就从来没上过清风岭 也没有嫁给黑虎 她也没嫁给别人 黑虎呢还非她不娶 经常把抢来的钱物呢 借借给她 那你的现在在哪儿呢 那姑娘是城里人 父亲死得早 听说是母亲得病 迫不得已 才把自己卖给戏班子 黑虎杀了人以后啊 她也受了牵连 就再也没肯回家 我听说是一直住在湖村 黑虎有事没事了我去看她 来 你吃点 好好 好 靳正 柳老板和我的看法一致 他也担心魏德里 已经把你和共产党 联系在一起了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还有就是那支影子部队 又出现了 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咱俩被绑架的 那个山洞 离山洞也就五百米 影子部队 还有这个神秘的高手 同时出现 这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 我跟柳老板看法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该撤离的时候 千万不能犹豫 我也怕死 你放心 不过现在小小的嫌疑 越来越重了 你得抓紧时间查清楚 又有什么新发现啊 我在山洞打死的六个人里面 有一个叫张龙的 绰号毒蛇 我在宝定的妓院里面 就是从她的手里 救出了小雪 你想 燕燃 甲公本 袁慎 还有张龙 这四个人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 而这个链条围绕的就是一个人 小雪 不多说了 今天我得赶紧去一趟湖村 去湖村干什么 找一个叫孟梅的女人 孟梅 还是唱戏的吗 你认识啊 我当然认识了 那是我同班同学 她以前叫于美珍 我们都叫她美人鱼 不如你在她身上 能找到什么线索啊 她是你同班同学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她跟黑狐有一腿 在一个集中 是你同班同学 我不是在家里面 她是有什么事 我不是在家里面 你也不如说 我去拔开 去天空 就在家里面 我也是在家里面 我就是在家里面 你不训练 哪个人 你不训练 你不训练 我可以训练 你不训练 我没有人 你是谁啊 中文字幕组 大满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雪 大满哥哥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好的工作呢 在哪儿学的啊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那你能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吗 那大满哥哥 你希望我是什么人呢 我一直以为你是赵清泽 派来找我们欧阳家报仇的 但是我觉得我看错了 你不是我们认识 那个赵小雪 对 你没有看错 我就是来找你们欧阳家报仇的 你以为我真傻呀 明知道自己父母被害了 还天真地把仇人当成朋友 行了 你还别闹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日本特务吗 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特务啊 你以为你用的不是中国功夫 是空手道 大满哥哥 你也太没有男人的风度了 干嘛动不动就拔枪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也太没有男人的风度了 干嘛动不动就拔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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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嘛 你信吗 你信吗 信官 大满哥哥 你最好乖乖待着 别逼我 别逼我 欧阳营长 小雪姑娘 彩药呢 是啊 大府碗哥哥担心我一个人采药不安全 所以特地来保护我 原删是你上的吧 我觉得呢有一些事情 咱们没必要说得那么清楚 不如这样吧 咱们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我告诉你我不会和日本特务做交易 我是不是日本特务 你可说了不算 不过 我要是把你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欧阳伯伯 你说他会怎么想你 好啊 你看看我爸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是 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说的话了 大门哥哥 你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掩盖真相 指使唐北杀害王副官的证据 都在我手上 杀人灭口 看你在什么地方 赵阿萱你到底想要什么 大门哥哥 你明知道唐北杀了你的亲妹妹 你还故意包庇她 你明知道王副官是无辜的 你不仅害死了她 还给她扣上了内奸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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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哥哥 我说你的心真是够狠的呀 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过了 我赵小雪还是赵小雪 我说过了 大门哥哥 还是大门哥哥 就这么简单 不过以后的事呢 那就只能以后再说了 你最好不要跟我刷什么花招 也别做让我觉得不高兴的事 我可不是唐北 我没她那么愚准 你去调查小雪了 是的 谁让你去的 是这样的 爸 抓捕袁善的行动泄密 除了几位迎击军官 只有小雪知道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条 很重要的线索 我就去查了 有结果吗 小雪绝对不是日本特务 而且也绝对不是 杀害袁善和唐北的凶手 我觉得咱们对她的怀疑 可以完全地排除掉 我爸开始怀疑你了 他之所以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完全是看着赵叔和美衣的面子 你的身份很快就要暴露我 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大满哥哥 如果我想走 谁也拦不住我 如果我不想走 谁也没有办法把我扫地出门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不过我相信 有大满哥哥的保护 我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大满哥哥 你会全心全意保护我 对吗 初步证明 赵小雪不是暗杀袁善的凶手 也不可能是那天晚上 枪杀黑虎的神秘高手 怎么证实呢 弹板用了一种非常手段 法子还真快用 确实证明了 赵小雪不但不会武功 连枪都不会使用 我是赵小雪 那我会是谁啊